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頭和平 還有Growse 今天很榮幸 也很感謝很多女主席 愛知家 他們邀請我們演出 我是特別香港國民的 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來參與這個活動 就是和平大使文化慶年 我覺得和平是每一個人都要去做一個責任的 不是一個人 或者幾個人就可以達成的 是要大家一齊去揮手 去創造一個和平和小塊的努力 我今天就特意作了一個故事 還有作了一些歌 還有一些我自己選擇來演出的 即是特意人名錯了 但我不適合這個主題的歌 送給大家 這個故事就是關於一個六歲的小妹妹 和一隻螢火蟲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從前有個女生 她經常都很不開心 因為她沒有朋友 她太怕慘了 她經常都不敢跟別人聊天 每天 有一隻螢火蟲呢 就這樣飛啊飛啊飛啊飛 飛了去她的肩膀那裡 哇 螢火蟲真的很漂亮啊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螢火蟲的 她們懂得發覺的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跟她做朋友呢 然後螢火蟲竟然醒頭啊 但是這樣啊 我們聊了很久 她已經整個黃昏了 整間螢火蟲竟然開口說話 她說 我可不可以帶你去我們的螢火蟲基地啊 那我們有很多人去過一起啊 這個基地原來就是她的樓下 樓下就是在家的公園 建議的公園 在家裡是建議的公園 你們有很多人去過同的 我們有很多年來跟你們 有很多年來的 我們真的很開心啊 接著那個女生就跟人火蟲說 人火蟲小姐 好多謝你 我還沒試過有朋友 但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但現在我們要說再見了 因為她要回家了 接著火蟲說 不如這樣吧 我去你家住 我們永遠都做朋友 接著那個女生哭了 她說 我沒想過有人會對我這麼好的 真的太開心了 現在要回家 請把這件事告訴媽媽 為什麼家裡有一隻蟲 有一個蟲子在這裡 女兒 是不是你沒有收拾好零食和髒衣 讓我消滅了這個蟲子 媽媽不好 她應該是我的朋友 請你不要傷害她 她是螢火蟲小姐 她是螢火蟲小姐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你是一個很厲害 很乖的小孩 只是你太害臭了 無論你和一隻蟲仔 也好 和一隻貓仔也好 只要做到朋友 都是一件好事 而且媽媽 都會為了你 她學會和她相處 我現在就贊成你們兩個做朋友 既然這麼開心 我們三個一起唱一首和平之歌 我們三個一起唱一首和平之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